哈啰,大家好,我是雯,今天會為大家介紹的是三國英雄的榮光,真姬的簡介 沒錯,那我們接下來看的是真姬之將領 真姬,如果沒記錯,他應該是初始 初始問題,如果你最後答案是文官,應該是會拿到真姬 如果沒記錯的話啦 好,那我們看一下真姬,曹魏的 那他是名將,普通名將 他是普通名將 那真姬沒有字,將長 那我們來看他的職業,他是文官 然後技能部分,輔助有一級木兵 木兵是兵力相關,不影響四維,裝備空的 所以這是他的四維白質 武力51,智力90,魅力95,統帥84 看完四維,聽到嘆氣,大家應該看了這麼多次了 也知道我想講什麼了,就不多說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真姬的天賦 落神慈父,戰前準備回合開始 我方有45%機率獲得落神狀態,持續兩回合 那落神狀態是什麼意思呢? 我方施加任意負面效果幾率提升50% 我方受到任意負面效果幾率降低50% 喔 嗯 好,那接著看他的附加效果 我方英雄每提升一點魅力 增加落神慈父1%的出發幾率 最多可增加至75% 哪裡不太對啊 哪裡不太對啊 這天賦是不是有點給他 對,有點給他爛 有點給他爛 對,有點尷尬 所以有時候我會不太曉得 起手主練真姬的人 在有沒有仔細看過天賦 有沒有仔細看過天賦 他的這個天賦進攻性真的很低落 真的很低落 那雖然說他整體的進攻性 在宿命方面有給他補強 但是我只能說沒有神 沒有神真姬 然後還直接開場主練他的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仔細看過天賦 他的天賦進攻性相當低落 防守性也是偏機率性的 那真姬的神是拍賣的最後一天 是拍賣最後一天 真姬跟蔡文姬 最後一批是真姬、蔡文姬 前一批是馬超龐德 再前一批是郭家龐統 對,最後三批順序好像是這樣 我有沒有記錯 不曉得 反正記錯就被笑而已嘛 對不對 記錯被笑而已嘛 好像是這樣 所以我剛剛提到這五隻啊 除了龐德是良才以外 其他五隻都是名將 所以這五隻名將的價格相對高昂 相對高昂 我記得曾姬跟蔡文姬兩隻也是都拍到 曾姬跟蔡文姬反而還好也是六萬多而已 龐統跟郭家那真的是拍到瘋掉 賣到十萬真的是 那真的是溝通不良 溝通不良 到底怎麼會賣到十萬 那曾姬的覺醒 金鴻 落神狀態下 我方部隊傷害和免傷提升30%前 落神狀態可額外持續兩回合 那他這邊只有兩回合啊 那再加兩回合啊 覺醒之後再加兩回合給你啊 那清雲 若我方在落神狀態下被消滅 則消滅我方的敵方部隊 攻防下降75% 只是被消滅或本次國戰結束 喔很強囉很強囉 你敢消滅我是不是 你敢消滅我我直接讓你 沒辦法繼續打 75%攻防很多囉 75%攻防很多囉 75%的攻防是很多 那他整體的效益就比較在這裡啦 那金鴻的30%傷害跟免傷 傷害跟免傷也補齊了 他的天賦方面 攻防沒有給的狀況喔 所以 真姬 真姬整體來講啦 要有神 要有神會好一點 要有神會好一點 那我們來看他的緣分部分 那其實真姬主要傷害來自緣分啦 主要來自緣分啦 那他跟孫上香的宿命 寵冠後宮 戰鬥中我方英雄可獲得額外魅力 好孫上香還沒出 所以不知道這個技能如何 那跟蔡維基 風華絕代 我方英雄魅力高於敵方英雄時 落神狀態獲得幾率增加喔 75%再往上UP 那跟曹操 龍威鳳儀 戰前準備回合開始 弱方部隊 弱方沒有獲得落神狀態 則額外消滅敵方部隊兵力 我沒拿到我的狀態怎麼辦 先消滅你的兵力先 先消滅你的兵力先 笑死 先消滅你的兵力先啦 那不過曹操目前也還沒出 拿不到 就比較尷尬啦 不然這個 這個天賦算是不錯啦 那跟袁紹的宿命相往有夢 落神狀態下 我方部隊兵力每次下降時 都會獲得護盾 那保命就是在這裡了 那就是 真機的保命 可以從袁紹這邊補齊啊 那他跟袁紹為什麼會有關係 是因為他是 袁紹的兒子的妻子 後來是曹批吧 曹批 變曹批的老婆吧 對吧 沒記錯吧 應該沒記錯啦 應該沒記錯啦 我記得應該是這樣啦 那整體來講啊 真機就是 打控制的 打控制的 就是有什麼負面狀態 全部塞上去就對了 把負面狀態技能都給他塞上去就對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宿命 那從關後宮 暫且準備回合 若敵方英雄為男性 則己方額外魅力加1 若敵方英雄為女性 則己方魅力額外加2 那滿級 男性加5 女性加10 那這個老實說 蠻克制貂蟬的 蠻克制貂蟬的 就是當你的必約要轟下去 就發現對方魅力比你高 慘啦 慘啦 那風華絕代 蔡文基 那我方魅力高於敵方英雄史 落神狀態獲得幾率 最高可以增加25% 75%再加25% 100%了 100%了 魅力高於敵方英雄 蔡文基 碎片拉滿 有100% 還是其實是75%再加1 4分之1 75% 1 4分之1 1 4分之1也有個 76 除以4 19% 也有快95%了 幾乎也是快必定拿到了 那龍威鳳儀 為什麼會是跟曹操龍威鳳儀 不太懂耶 他是遊戲因為還沒有設計曹批的關係 所以跟曹操龍威鳳儀 不然真姬明明是曹批的老婆 我沒記錯吧 晚點去Google 晚點去Google 那戰前準備回合 若我方沒有獲得落神狀態 則額外消滅對方部隊 15%最大兵力 最高15%最大兵力 這招猛耶 這招猛耶 不過曹操現在還沒有出來 所以猛不起來 猛不起來 那襄王有夢 落神狀態下 我方部隊兵力每次下降時 都會獲得等頭於下降兵力最高15%的護盾 我掉了100隻兵 拉個15點護盾 拉個15點護盾 所以就是整體來講 真姬就是負面狀態的技能 戴好戴滿 打負面狀態打脫 打負面狀態打脫 打到對方生活無法自理 大致上是這樣 不一樣 那我們可以參考一下 人家目前全第一的那隻真姬啊 右敵啊 扛遠一啊 無懈啊 直接無懈掉對方的殺招啊 回春啊 打那個續航啊 那致技 致技 致力高於對方 就可以 那個 拿到傷害提升跟減傷啊 不過致力要是沒高於對方 就尷尬了啦 你的致力只有100 我看你打文官很尷尬 那運籌就是看兵力 拿增傷或減傷 那其他的部分就是稱四維 其他部分就是稱他的四維 那他帶了 帶了 帶了神姬 帶了遺傷 帶了天問 帶了碧月 碧月是原本就自帶 最後一招他選了吉艷 他選了吉艷 吉艷是看魅力 所以他用的也有道理啦 他用的也是有道理啦 不過高級效果是看統帥 真姬的統帥不是算太優秀 但是也是可以啦 那如果要我選 要我選應該跟他差不多啊 禮商天問啊 禮商天問神姬 因為這神姬差一點而已 可以稱上去啊 禮商天問神姬 其實真的沒什麼好學的 要嘛就學服佑或者是學反劍 但是反劍因為吃的是統跟智 吃的是統跟智 統帥就不是真姬的常數所在 那智力也就是跟文官以外比相對高而已 所以那個人戴的還真的蠻有道理的 不然就是可以戴金蕾啦 可以戴金蕾啦 吃智力魅力啦 然後因為主要是現在沒有曹操的關係 所以真姬實在是沒有什麼輸出可言 實在沒有什麼輸出可言 所以也就只能盡力打拖 那金蕾的傷害 金蕾的傷害是很可觀的 金蕾傷害很可觀的 所以就是拖到金蕾打金蕾啦 大致上是這樣啦 個人對他的理解是這樣啦 那他的兵種方面不方 所以基本上打拖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要傷害數是可以補齊啊 數是可以補齊啊 那老實說真姬做為一個起始將領 做一個起始將領 個人認為 個人認為 跟關羽趙雲比起來相對弱勢 相對弱勢 實在是不太建議起手就用真姬啦 除非你 你就是打定主意 你就是要標到神真姬啦 但是因為神真姬是最後 最後一次標了 所以相對價格會比較高啦 但是神真姬在搭配他的 在搭配他的四個宿命來講 其實傷害很 就是整體來講就會變得很不錯 那不然就變成是一個 放debuff比較強的將領而已 就這樣比較尷尬 個人是這麼想啦 但是其實你剛剛排行榜 你也看到了 其實練沒有神真姬就在練的人 其實大有人在 大有人在 所以我這說法呢 準不準確呢 大家自己參考一下 因為你看其實沒有神真姬在練的人 其實也都大有人在了 也都大有人在了 對 所以我這說法 各位可以自己參考參考 對 大致上是這樣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影片內容 喜歡的話 都可以幫我按讚 訂閱分享 那如果有什麼意見 或想要告訴我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我是伯仁 我們下期影片再會囉 拜拜